近日被受关注的李小璐被网络诈捐的事情有了新进展 12月6日上午 莆田市立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机审理此案 被告人工猛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通过互联网发布虚假事实骗取网友捐款 共计人民币是19853.13元构成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3.9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事情的起因是在今年的3月26日 李小璐收到一个微博名为希望盼望宝贝康复的网友的求助 他网友自称是一个两岁宝宝的妈妈 宝宝被诊断为神经母细胞瘤 唯一的希望就是去北京做一致治疗 但后期至少还需要几十万元费用 天真的李小璐信以为真要转发微博 并将1万元按新款达入指定的账户 随后在粉丝的提醒下 李小璐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立即向警方报案 4月8日 不见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郭某生装获归案